我們在打開聖經之前 我們先一起祝福祷 主願祢將平安賜給我們 特別為這些沒有來的弟兄姐妹祷告 希望他們在家裡也有盡快的生活 希望他們在家裡可以上網聽上禮拜的講道 也可以今年安息日把生命歸給主 在恐慌跟擔憂之中 願我們的心都歸向你 相信祢讓瘟疫流行有祢的名義 祢要領導多人歸向你 求主保守我們的生命 祝福我們 祝福孩子今天的講話 願我們今天在這裡願意來聆聽主道人 都能夠共同 謝謝 福音耶穌祈多名 阿們 阿們 先講一下這個 講馬來西書之前 為什麼要講這個主題 因為 T年我們講的 英文部去年整年在講小憲之書 十二本 剛好馬來西書是最後一本 所以馬來西書第三章的主題就是 十一奉獻 所以我就特別講這個道 我發現實際奉獻道很少人講 至少在我受其成為基督讀以後 今年是二十一年 沒有聽過教會的人講 不知道為什麼 既然去年講這篇道 我想說 今年就再次分享 我不是回收利用 我有重新整理過 我有再次思考過 希望今天講到比去年講得更好 馬來西書的作者是這套馬來西 他的名字也指說 我的使者的意思 等下我們會讀到 有一解說 我的使者突然來到 這個人應該不是馬來西 這個人按照西約的解讀 應該是 為主開路了 為世許約翰 但是馬來西這個人 一般人認為說 是有這個人 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 我的使者 他的其他的身體背體完全不失 他本身事實 本人事實也不重要 但重要是他所給我們帶來的訊息 這個陳述的日期 主要是應該 一般學者推測是在 新人前五世紀的中葉 就是跟 以斯拉還有尼西比 是同期的人物 同期的著作 主要是在批判第二聖經時期 一些信仰上的腐敗 以色列好故意 把第二聖經又重新蓋起來 雖然比我們聖經 但是聖經人的重新建立 發現並沒有解決問題 他們一樣有許多聖經方面的腐敗 跟聖經的情況幾乎沒什麼一樣 最後我們也知道 當耶穌來了之後 主後七十年聖經人被遭到碎毀 從此猶太人不再有聖經 所以這是馬來西書的一些背景 今天我們講的是第三章 所以看一下前面在講什麼 前面兩章 第一章的上半段 以色列在質疑耶穫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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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穫說我愛你 我選了雅各 沒有選伊莎 表示神的主權 神主動選擇雅各 作為祂的主權 是神主動選擇的愛 接下來神開始用馬來西書的口 再批判以色列他的腐敗 第一 祭司獻上不潔淨的基礎 就是把一些次的不好的 不是把最好的牛羊女性也好 是把一些不要的 有班女人 有缺陷的 有殘疾的 獻給祭司 然後祭司又獻給神 這表示他們的 雖然有聖殿的制度 雖然有獻性的制度在你 但他們心其實還是沒有在你身上 第二章講到 耶穫華說 你們對我不忠 因為你們娶了外光人 做妻子 你們拋棄了你 又是娶了妻 這個婚姻上不忠 跟信仰上不忠 經常是息息相關的 相信我們在我們自己生活中 當中也看到許多 以色列人被棄了耶穫華 去追隨異族的外光人的偶像 也娶了外光人的女子 最後在第二章 以色列人質疑 我為什麼要跟你忠心呢 我對你忠心討述 我又沒有得到什麼回報 我相信很多基督的經濟 都有這個疑問 我為什麼要遵守這些地方 我為什麼要遵守什麼規矩 我這麼忠心對你 你公平的 你真的公平嗎 很多人 不忽視你 很多人 不對你忠心 不信你 他們一樣有過能 我為什麼要這樣繼續過 這樣盡前的生活 馬來提出 馬來基書 在第三章 就對這些指引 提出了回答 第一節 我們一起念 萬聖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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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人是做祭司的 前章講過 耶和華批判祭司獻上不潔淨的基因 他沒有去約束改基因 要把上好的最好的獻給上帝 所以這邊 第一個潔淨的對象就是做祭司的一位人 潔淨了獻祭司之後 他的祭 他所獻的祭司才能夠被耶和華接受 我們繼續念 那時 那時 我當所耶穌三世所獻的公墓 你猛厭華、悅娜 仿佛不時之日 上午之年 我們獻的公墓 是不是能夠猛厭華、悅娜 我們獻祭的心意 是不是已經得到潔淨了呢 其實今天 在教會面有時候可以看到 一些獻祭上面的不敗 怎麼說呢 有些人會拿一些不好的東西拿到教會 他拿到教會 奉獻的教會東西 不是上榜 不是自豪 是不好 我其實很早聽到 我不知道 我相信有人是願意嗎 他譬如說要奉獻家居 奉獻一些椅子桌椅 他是把最好的桌椅拿到教會 當時我也相信有些人 是把被用過的 不要了 舊的拿到教會 昨天我們在會做大器 有沒有 我不知道 我在座有多人來幫忙 昨天博語堂 我看到很多人來幫忙 英文堂有一些弟兄姐妹來幫忙 清了很多垃圾出去 我記得我剛在 灣區做直視的時候 不是家教會 是另外一家教會 哇 我們那也是清垃圾 好多垃圾 好多不用的這些雜七大八 我說怎麼教會有這麼多東西呢 那時候那個直視就跟我講 另外一個直視就跟我講 那時候都是以奉獻的人 把這些東西 把教會當成回收中心 拿來都是他們自己不要的 我在香港做長老的時候 在教會做長老的時候 有一個人從天來接觸我 一個會友來接觸我 說我要來奉獻 我一大好幾箱牛奶 我要給教會一天我姐妹喝 我說 但是這個禮拜要喝 那我們說 為什麼這個禮拜要喝 因為下禮拜會過期 所以我們都想到 原來是這樣 因為你們在白昌空 都會湊掉壞掉 所以你乾脆拿到教會 我們獻給教會 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是 把最好的拿過來 我們獻給弟兄姐妹的東西 是不是 我們是把最好的 投身的 第一份拿過來 還是我們把一些不要的 次次的拿來奉獻的東西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可以 都可以自己想 可以思考 我們繼續念第五節 所以你這邊就是回答 你是列人之一 所以在前一章最後一節 你先說 那些做壞事的人都沒事啊 他們都過了 我為什麼要相信 我為什麼要相信 公平的神在哪裡 耶和華這邊說 公平的神在這裡 我會來 我會進行審判 做壞人 我會審判 繼續念我們來 我們耶和華兒子不埋怨的人 所以亞和華兒子身上 你們能不執念我 從你們祖先的日子以來 你們就偏利我的玉利和兒子順悉 所以這邊 耶和華就說 不只是這些做壞事 你們亞和 你們以色列人 你們也做很多惡 我不是不审判你們 而是因為我是信實 我是慈愛憐憐的神 因為我是本身的慈愛憐憐 不敢變 剛剛我們唱的歌也講 耶和華的慈愛很廣大 耶和華的愛很廣闊 因為我本身我的愛 我信實的愛 所以你才能參加滅亡 不然你們早就受審判了 而滅亡 來我們繼續念 第七節 是誰在你們的地下 都會想我 我都會轉向你們 這是我來你去念我話說的 你們卻說 我們能夠轉向你 得救後知道是什麼呢 是灰感 是轉回念華 不再轉向這個世界 不再轉向最後 而且轉過身來 面對公義與聖節的主 尋求他的理念 寬恕 我們繼續念第八節 來人請得搶奪神們 你們竟搶奪我 你們卻說 我們在何時上搶奪你呢 其實就是在你們 當大的十分之一奉獻 和當獻的奉獻上 所以你看到前一節 你現在在質疑耶和華 你說要轉怎麼轉 我們要怎麼轉呢 耶和華就講 很清楚 仔細的指示 你把十一奉獻獻上 你們在獻祭的事上 所罪我 在上一節 是把不該獻的獻上來 把刺的不好的獻到聖經裡面 你們在這邊 這邊 念華又指著以色列 你們十分之一沒有做到 你們當那十分之一的奉獻 和當獻的功能要獻上來 前面的十一 這邊有兩個奉獻 前面一個十一奉獻 十一十分之一的奉獻 這是講說 以色列要奉獻給地方的祭司 地方祭司有兩個倉 把十一的奉獻 然後阿瑟的獻上去面 供應 一位人 即使本身需要 一位人本身也要再奉獻 十分之一出去 到哪裡 在耶路撒冷 於耶路撒冷 是聖經所在 所以以色列各地 猶大各地的兩倉 要再出十分之一 送到耶路撒冷 所以兩個十一奉獻 一個十一奉獻 是各地的 另外一個奉獻 是各地的十一 再奉獻到中央的聖經上 這是當時的聖經 這個獻祭的制度 所以耶路撒冷 所以耶路撒冷 非常清楚指示說 這件事情你們沒有做好 因為你們沒有做好 所以你們全國上下 都搶奪我的功能 那數咒效 就臨到你們身上 所以這邊是很嚴重警告 就是說在奉獻的事情 沒有做好 會受到數咒 這是耶路撒冷 我們一起講 第四節 你們沒有家當大道師 是非全人的 同事都亨獻 是我家有良 您是世是我 是我為你們 償害天上的倡苦 幸福於你們 甚至無處可容 這是萬君之利有話說的 這邊 不但是一個祈禱 發言十一奉獻 不但是一個祈禱 是有應許 但有應許的祈禱 像這個十屆的第五屆 你們要孝敬父母 所以你們得以長壽 在地上享福 那是第一條的 帶有應許的 這邊我不知道是不是 第二條 第三條 總之這也是一個帶有應許的 你們如果把十一做好 確確實實 放到我家 我的家就講耶路撒的聖殿 耶路撒會敞開天上的窗戶 請福音 甚至無處可容 什麼意思呢 什麼叫天上窗戶 在古晶東的神話傳說裡面 他們認為所有水是儲存在天上 可能是他們看到雲荒 他們覺得那是水分儲存在雲荒 如果你記得創世紀的描述 想說天上的水 地下的水 涼水之間有雄倉 這是古晶東對宇宙的想像 所以天上 他們認為這個雨的倉在天上 你知道在中東的地方 雨水非常重要 因為非常慷慨 如果沒有雨水 沒有濃縮物就沒有受傷 所以這個春雨秋雨要降下來 即時降下來 所以他們得以豐收 得以良心 在當時馬來西蘇宙2500多年前 這個以色列社會 還是完全的農業社會 非常需要天上來的雨水 所以聖耶和華他應許說 我會降下這些所謂降下的福祉 讓你們無處可有 讓你們絕對有說成 絕對想得多 不只如此 還有另外一個祖福 我們想念 我畢為你們使者保守 不如他會壞你們的苦慘 你們天天的一套術 或是未熟之先 也不會有掉落 這是萬聚之耶和華說的 前日我們看到新王 非洲有黃蟲 黃蟲一來 你基本上 就算有雨水 有收成 你什麼都沒有 因為他一來就整個吃掉 那這天立地也降得過來 那麽這邊要說 我會為你們 保護你們 不讓你們受這樣的災害 你不用擔心你的土產 不用擔心你的農業作物 你的股市也會失去 最後一節我們來一起來念 我讓我勞力 趁你們為有福的 因你們並稱為喜樂之地 這是萬聚之耶和華說的 所以為什麼他十一奉獻呢 這邊都講得很清楚了 十一奉獻是一個蒙福之道 萬國必稱為你們的奉獻 當你們周圍人看到 因為你們盡心中心的奉獻 而得到上帝的祝福的時候 我們會稱你們 你是有福 所以今天的主題是講十一 因為是個非常清楚明顯的指示 在馬來西書第三章的前半端 十分之一並不是第一次在這裡出現 他出現過很多次 在聖經裡面 十分之一是一個 不斷出現的奉獻人的原則 最早的十一記載什麼 最早的十一記載其實就是第一本書 創世紀 誰是第一個做十一的呢 不是亞伯蘭 不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還沒有出生 還沒有以色列這國家 所以有些人把十一歸為律法 十一奉獻是律法主義 那這邊創世紀在就否認了 就否定了這種講法 因為這是在律法之前 在還沒有摩西以前 還沒有摩西律法之前 亞伯蘭漢已經做十一了 他獻給當時至高神奇思 不只亞伯蘭漢已經十一了 還有誰以前十一 雅各 雅各是誰 雅各是什麼特殊的地方 雅各是個騙子 是個小偷 但是這個騙子小偷 現在在曠野裡面 這個故事 他是因為欺騙的父親 跟他哥哥以嫂 以嫂要殺他 所以他逃難 要逃到他舊子家裡去 這是在路程中的曠野當中 他說什麼 神若與我存在 保佑我 讓我平安回來 給我一十五出一串 我就把你所賜給我的 十分之一 信給你 為什麼亞伯蘭 跟雅各要信十分之一 亞伯蘭為什麼要信十分之一 你記不記得那個故事 他剛打了一場勝仗 來相信是神 至高神幫他打贏這場勝仗 所以他所有的略物 所有財物 十分之一 是歸給野獄華的 雅各呢 他相信 如果能夠平安懷 一定的神法又大 如果有應不穿一定的神功能 他要承認這個神 他要把十分之一奉獻給他 所以十一這個原則是 一開始就有 是在摩歇立法之前 但是摩歇立法把十一規定 非常詳細繁雜 那麼有好幾個 第一個 在摩歇立法裡面 他認為十一是一個很限期的 所以十分之一的羊群牛群 或者是作物啊 生產啊 辛酒啊 五穀啊 十分之一 都要獻給 獻給上帝 就是在聖殿裡面 要帶到耶路撒的聖殿裡面 獻給上帝 而且呢 獻祭的人要在裡面吃這些東西 就是給女神談慶 另外呢 還有一個十一 根據摩歇立法是要供養 利維爾的 十一 利維爾是做祭司的 他們沒有自己的收入 所以十一奉獻是供給他們的生活 所以這十分之一就是公益 利維爾的 所謂當時的神聖人的生活所趨 再來還有另外十一 是每三年要再給個十一 這是祭平的十一 要幫助窮人 幫助那些無家可貴 幫助那些祭祭者 故而寡婦 每三年要給你 那利維爾的祭司 本身要要的十一 他也要十一 利維爾說到 以色列百姓給他們十一之後 他自己也讓人家十一出來 要獻給 以色列百姓的聖人 要給個地的利維爾 那當獻的公墓呢 就是利維爾的自己本身 要去獻上的十一 要運到耶路撒冷的聖地裡面 當獻的公墓呢 當獻的公墓呢 坚持十一世预防主义的人常常忽略 心念里面没有讲十一 有时候会听到一个说法 其实不是不对的 心里面有提到十一 而且提到好几次 耶稣有讲十一 耶稣在批判文师和法利赛人的时候 祂这样说 你们法利赛人做十分之一奉献 但是更重要的事情 公义、怜悯、信实你们反倒不做 所以耶稣这样做什么 这是你们该做的 只是公义、怜悯、信实是你们该做的 但是那些奉献了 费心吗? 有没有费心? 没有 奉献也要做 耶稣并没有否认十一 他没有比如说十一奉献不用做 他说公义、怜悯、信实要做 没有做这些事情更重要 但是十一奉献也没有做 不要费心 在希伯来书第7章里告诉我们 他重复了亚伯兰这段故事 亚伯兰的陷阱是给当时的祭司 麦基喜得 他献十分之一给他 那现在我们的祭司是谁呢? 是耶稣基督 他是按照麦基喜得的体系 成为祭司 他是按照麦基喜得的等级 成为至高十一的祭司 这是我们说高深入天大祭司 那我们面对耶稣基督 我们的祭司 我们需不需要献十分之一给他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圣经 我们在中观一次整个十一奉献原则 有哪些人才? 第一个对象 对象是哪些人? 是给上帝 要给神职业员 祭司 要给求能 这是十一的对象 比例呢? 比例是百分之十 一次出现百分之十 出现几次? 三十四次 不只是救援 心灵业 整本圣经功 不同的作词 不同的书籍 提到了三十四次 是一个重复出现的原则 在教会历史上 在教会历史上 使一是怎么做呢? 现在油炭做的很奇怪 他把它加起来 他不是做百分之十 他说给上帝的、给例外的 是分开来算 给献祭的是十 例外的十 从人每三年十 平均下来是百分之三 所以总共是百分之二三 这是在耶稣时期 就是在圣殿被毁灭之前 他们在做的事情 后来圣殿被毁了 这个也没法做 因为献祭的十分之 已经没法献 李毁人也不用给 因为李毁人都吃三逃跑 已经没有人做祭司了 所以这个只是短暂出现 一个行为 在早期教会呢 没有明显的记载怎么做 可能很多的做法都不同 有一些信息里面有些不同的记载 在《使徒经》里面 《使徒行传》里面 讲到第二章讲到 他说个人把自己家里全都卖 百分之百给出来 但是耶稣在新月圈刚刚提到 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都提到 耶稣说 十一奉献是不要废弃的 那么保罗呢 那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教导 保罗说 这个其实不是十一的背景 他不是在讲十一 他是讲说捐给那些 因为那时候耶路撒然有饥荒 他要收善款 他在收善款的时候 多种不要多收 少种少收 你们就随心所愿 自己决定要捐什么 那时候也有这方面的捐款 捐献方面的教导 所以那时候金子有没有做十一 不是很清楚 百分之百有不大可靠 也不说不大可靠 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 教会刚成立的时候 可能有那么特殊的情况 大家真的把全部的东西都卖 好像完全的共产主义 就完全的共有点其他 但是我们刚刚早期教父的一些记载 在一世纪二世纪里面 早期教会有些教父有些来记载说 其实很多 不要说给全部 十分之一都没有给 所以有些教师就写信 就是指责信徒说 你们连犹太人都没有 犹太人还会改十一 还会奉献十分之一 你们连十分之一都没有奉献 所以我们有那些书信在 从中世纪开始 就是从第四世纪开始 就是当基督教成了 隆马帝国的国教以后 教会开始 就是 规定 规定要给十一奉献 作为奉养的圣誓 就认为 犹太人立位的人 就好比我们现在的圣誓人 他们的生活需要 系统和公民 所以十分之一有奉献给教会 作为教会的开销所需 也还有公益圣誓人 他们需要 在近代 你要知道 在中世纪的时候 我们人类社会一直都是农业社会 直到18世纪 1789年 在中世纪发明以后 才有工业革命 在工业革命之后 经济的情况有很大的展现 也因为宗教革命 若洲的民主化 教会失去的那种政教肥有绝对的权威 所以教会失去权威以后 他就没办法再继续强制的 伸缩这个百分之十 所以从17世纪末到现在位置 至少在欧洲教会是没有强行政策的 那我们六家当是没有强行政策的 我们没有税律 但是在会章里面我们写得清楚 我们相信十一奉献是蒙福的 知道 所以我们长老跟子嗣呢 要必须成为榜长 要率先来三世纪 要做得好 每个教会的做法不大一样 就是我们现在改革中心教会 新教教会 一般来讲没有很少强迫的 在香港有个大型教会它是缺迫的 它是规定的 如果要受刑 就是要签下这个东西 就是要 要示意东西 而且他们会追查的 那这是一些特殊教会有这样做 大部分的教会都没有缺迫 就好我们六家 我们也不会去看 其实说在会上规定这样来 你也不会去看 你长老子的事情 到底有没有收入多少 你知不知道 我们不会去做一下这个这样子的追查 我之前在香港做长老的教会 我们也是规定说 你受起的时候 你要承诺要可行 但是我们没有去 没有去怎么讲 去keep track of it 我没有去看他 这就是我们当作自愿的基础 所以在现在教会面可以说 十一不如是个强迫性的东西 使大家心里面自愿的 乐意的去决定要不要做这些事情 那我有没有做呢 我有做 我从十七年前 还是十八年前 第一次听到十一教导的以后 我就开始做 为什么呢 我现在要教寻 为什么 因为马来奇数 我们刚刚马来奇数讲十一 他有个特别的地方 他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我们再念谁 你再念 你们 你们要教他 那二十分之一 你才敢来受苦苦苦 使我家就要给他 这个十分日的字文 在这里是单数 表示说 犹太人搞的那个百分之二三 不是马来奇数讲的东西 事实上百分之二三 或是二乘三的东西 在圣经面 从来没有出现了 那是对犹太人 他对律法解脱 那对我来说 我认为那未必是正确的解脱 因为 律法室里面 虽然有不同的十一 那可能代表是不同的传统 可能是在某些社群里面 他认为十一是献祭的 某些社群里面 他认为十一要用来祭祢 某些社群里面 他认为是用来公益 立位 这是不同传统的一种文本 而且我们知道 犹太人在做二乘三的时候 是犹太人生活最困苦的时候 就是说 他们负担最重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他们是被殖民的 他们要付很多税 要给罗马帝国 要给当时的税吏 要给当时的桌上或者是官邻 所有的税加起来 学生很严重 就是西元前一二世纪 一直到耶稣的事情 包括十一战典 他们的税 不管是宗教税 还是甚至税 什么税 宗教才要到六成 所以他们的负担非常重 你记得耶稣对犹太人 最大的批评 对于御法师 公文士 他们的批评 你们把急重的负担放在百姓之上 你们自己跟人之头都不动一下 所以我是怀疑二十三不是正确的解答 就是二十三 因为圣经里面就没有讲过这个东西 事实上在御法师圣之前 亚伯拉罕跟雅各 他们给的都是十分之 所以十分之一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数字 它不断的出现 它是一个原则性 为什么会有这个数字呢 我赚了十块钱 我一把一块钱拿出来给神 我赚了十万块 我把一万块拿出来奉献给神 为什么会有这个奉献 为什么会有这个比例呢 我相信神 一个很大原因 神要我们尊敬祂 是谁让我赚到这十万块 是我自己赚到的吗 还是我相信有一位神 祂会给我能力 让我赚到十万块 所以我把十分之出来 贡献很大 好像亚伯拉一样 好像雅各一样 我承认神是我的保护者 我承认神是我的供应者 我承认是神让我打圣仗 我承认是神让我投资美票赚到钱 我承认是神让我防止增值 我承认是神让我加薪 我承认有这么一个神 在我生命中做我的主宰 我愿意把十分之一拿出来 奉献给他 承认他 追踪他 这是我的解决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在这一节经文中 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十经节里面讲 你们可以用这件事来试我 这是全本圣经里面 唯一一个地方讲说你可以试 你可以试验神 雅各主讲清楚你不可以试神 你不可以试探神 所有地方都可以讲你不可以试神 撒旦叫耶稣试神 耶稣说不行 你不可以试神 这边是唯一一个地方 耶尔华透过马拉基的口 你可以试试我 试什么呢 你把十分期奉献出来 我会不会为你 让我加油 我会不会为你打开天上床 我请福予你 甚至无处可容 这是万俊之一用法说的 十分之一在这里不但是一个秘密 它是一个应许 它是一个带有应许的秘密 我们刚才今天早上唱的歌 有一首有一句 歌词叫做 神信应许不落空 我这个应许我信了17年 我相信这个应许 在我家 在我生命当中没有落空 那现在十一的对象是什么 如果你说 现在圣殿也没有啊 你看说也没有立位人 那对象是什么 我家 是我家的人 你怎么解释神的家呢 当时这个我家是指圣殿 圣经像人被摧毁 但是谁代替圣殿 耶稣怎么说圣殿 耶稣在约翰福里怎么说圣殿 三日之内我要猜偎他 而且重新建议 犹太人用这个定他而睡 但是耶稣讲的圣殿是什么东西 讲的是什么 他的身体 对不对 他身体三日 死后三日复活 他指的是这件事情 新的圣殿是什么 新的圣殿是耶稣的圣殿 耶稣的圣殿是什么 教会 基督之教 对不对 那是我们的名字 这是神的教 所以我奉献对象 主要是给教的 但也祭品 也给祭品 也给宣教士 也给许多基督教职善体育 凡是奉耶稣名 做福音的 做祭品的也好 这是我十一 我奉献对象 那么有没有福气呢 我做了十七年有没有福气呢 不只是十七年 今年大概十八年 我要跟大家讲 要分享这个福气 第一个福气 信神不信钱 你知道为什么大家 一般人很难 不想掏钱出来放钱 为什么 我记得我那时候岳父 大概十年节目 说 他绝对不要信心不教 我说 为什么 他说 你们就是要叫你奉钱 都要掏钱 我不要 我钱是我自己信心不不赚 我不要给教会 你们那教会 牧师们腐败 都花天酒气 我不要去打钱给他 我觉得把钱掏出来 是一个信心的 试验的第一步 对不对 因为一般人来讲 没有相信上帝的人 基本上就是信钱 生命中最大的 基本上不信上帝的人 金钱是最大的 但是如果你相信上帝 你相信有个比 金钱更大的东西 那金钱是不是可以牺牲 所以当你把钱拿出来的时候 把这个金钱拿出来的时候 这是信心的第一步 会有挣扎的 我到现在做十一 我还是有挣扎的 我每个月做十一的时候 我在想 神真的知道我在做这个事情吗 我都会问我自己 当然是我相信有 我相信有神 而且他看得到我在做这样子 他知道我把我收入十半斤 拿出来 奉献给他教会 奉献给他学教士 奉献给他的体力 就是慈善结婚 我的岳父刚刚讲的 不肯奉献 不肯成为基督主的 前几年受洗了 开始奉献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第二个原因 他发现有些东西是遣满不到的 他发现有些东西是只能神推遍的 很多的祝福 人生很多的祝福 是遣满不到的 你用钱买得到健康吗 你用钱买得到健康吗 其实最近这个 威夷肆虐 这个冠状壁肆虐 哇 很多华人 很多亚洲人到这个Costco 到罗马 把消毒液啊 口罩什么东西 能买全买掉 我的一个朋友 昨天贴个照片 去买消毒液 发现一对亚洲人的夫妇 既然上十几瓶消毒液 全部被他购物社里面 完全不理别人 自己把他全部收刮 你真觉得拿了十几瓶消毒液 你会回家 就不会被感染了 人生很多的祝福 是遣满不到的 那时候我刚去香港的时候 我来香港做了十年 刚去的时候 我是做医疗产品的行销 所以那时候是负责整个亚太医学行销 那时候常常跟一些医生聊天 有五个医生跟我讲的事情 我记得非常清楚 他说有时候有什么奇怪 就说一个人会得医治 跟不得医治 跟那个产品没有什么关系 跟手术也没关系 他说有一个病人是有钱人 家里很有钱人 那他每次来医院 他都用那个骨科手术 他用的产品就是最好的产品 可是放进去半年以后就坏掉 他的骨头就治愈不好 你要知道骨折以后 我们的产品放进去 打钉子进去 你这个打板子进去 你可以捕头治愈 他说有些人没什么钱 他来就是用政府的健保 就是用一些骨头产品进去 他很快的骨头就好 他说那个有钱人很习惯 他每次来都用最贵的产品 可是他的骨头就是好贵 很多东西是用钱的 而是很多的祝福是钱 我岳父为什么会信出 因为他那时候遇到很大的困难 他发现用钱解决不了 他说求神 他发现原来神其实比钱大 所以这些十一奉献之后 这是我本身所经历到的福分 十一奉献让我看清楚一件事情 虽然有增长 但是每个月的十一奉献 我决定我相信神 我不要相信钱 而且我相信神会坚守他的允许 他会请福给我 这些祝福 我相信很多的祝福 是我用钱拿不到的 而我想要这些祝福 我想要这些祝福 我想要这些祝福 我想要从神那里来祝福 所以我愿意做十一奉献 我相信这些允许 我相信圣经允许不会过分 第三个福分 当你开始做十一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 你会开始去计划 圣经告诉我们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新军在哪里 为什么那个香港教会 要强迫规定十一 你知道吗 当那个人被规定强迫给十一的时候 他们就每天来教会 为什么 因为他们钱都在教会 所以你把钱捐来教会的时候 你一定会常来教会 对不对 你要看他们怎么用 对不对 我捐了这个钱买新的椅子 你愿意过来看 你到底有没有买的椅子 对不对 所以你捐了钱以后 你捐了宣教室以后 你会忘记他们 不会啊 你把钱都给他们 你因为是关心他们 你会监睛他 你会看他是不是真的在学校 他如果真的通常困难的时候 你会问问他祷告 会 这只是奉献一个很大的福分 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完全自私人 因为我们一天 从早上从八点起来 晚上十点睡觉 或十点睡觉 我们大奥奉献的人 都是想的是自己的事情 对不对 其实我的牧师 或长老 或是传道 对 我大奥奉献的人 很多时候在想我自己的事情 十一奉献的人 当你把钱圈出去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想别人 你一定会想到别人 你每个人至少在做十一奉献之后 你在给你一些钱的 开支票的时候 你一定会想到他们 你会计划他们 你会望他们考考 你会追踪他们 你要知道他们要做什么 对不对 十一奉献不是随便给的 你赚钱赚辛苦 赚好多赢 十万块哪 一万块赚 一万块不是小数目 一万块出来给别人 你会想清楚要给谁 对不对 所以你要开始研究 哪个学校圣事 可以信赖的 哪个教会是真的在做神事工 哪个教会在说福音的 哪一個忌平機構,哪一個慈善機構 生能再做慈善你 我給他的錢,他不是用來給自己的薪水 而生能是幫助窮人 你一定會做調查、做研究 然後你才會把這錢給出去 所以你心裡會開始研究別人 你會思考別人 你心裡至少 我不知道有十分之一的部分 但是有消毒的部分 你會放別人在你心裡面 這是愛的第一步 不是嗎? 愛是不求自己的益處 十一奉獻是教到什麼 愛神 愛人 愛神、愛彼此、愛獨色 十一奉獻光說我們做到這件事情 這是十一跟我們的福氣 最後一個 十一讓我們更加有錢 用起來 我不覺得十一一定會讓我們更加有錢 我覺得有些人不想做十一 因為他可能做了一段時間 然後發現我沒有變更有錢 所以我們過不做 這是可能對聖經的錯誤解答 十一章 那個應許裡面沒有說我會讓你跟你的錢 他說我會請福給你們 但是福氣很多的福氣不是錢 不是錢 是別的福氣 是錢買不到福氣 我們略略承認事實上 很多的福氣是錢買不到的 是只有神才能給的 這比錢更有用的福氣 還有十分之一以後 給出去以後 生物會不會受到一些限制 會 會受到一些限制 一定會受到限制 十分之一不是小數 所以當你在這個用錢方面 會受到一些限制的時候 你會不會更謹慎 會不會更有智慧 同時當你捐出去這個錢以後 你如果追蹤你捐的錢怎麼用呢 我有一段時間是在 十一奉獻事業 部分的奉獻事業 在幫助印度的一個孤兒院 我認識一對宣教師夫婦 在印度辦孤兒院 所以我知道在這個孤兒院 他一年的花費要多少 我記得一個孤兒一年花費大概一百年級 比如說你現在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你就把錢捐出去 然後你現在第二天去餐廳吃飯 一群人吃飯 這個侍者 服務生拿一瓶酒 現在要不要開這瓶酒一百美金 你會不會開那瓶酒 我有些朋友出去吃飯 他們會開喔 一百美金、兩百美金、三百美金 沒問題喔 他們會開一個酒 就這樣喝一餐就解決了 但我發現我不會喝這樣之前 因為我發現那一百美金 我可以用來幫助藝人 幫助藝人 我開了這瓶酒 我喝完 第二天灑了一泡尿 顏色跟味道還不一樣 有什麼不懂 對我有什麼好處 對人有什麼好處 十一奉獻讓你看到錢的真正價值 十一奉獻讓我們看到錢要怎麼樣 有錢未必是祝福 我很多有錢朋友現在 困難當中 一個坐牢一個在逃亡 兩個都是有錢人 我有時候在想 如果他們沒有錢的話 他們也許不需要輪落到這個地方 其中有一個為什麼要坐牢 因為他匯獲官員 他拿多少錢給我關 我一看過世事 我說我沒辦法 這個錢我出不起 他出了錢 他有錢 有錢未必是祝福 把錢留太過在身邊 我未必是祝福 有沒有掙扎呢 有 做十八年 每年都掙扎 每個月都有掙扎 因為在這過去十八年當中 我跟我太太大一段時間是做一個人的工作 但是神供應 但這個忠心奉獻的過程當中 就看到神忠心的供應 在這個講到末尾 我要跟大家分享兩個見證 兩個見證 我們一起來念這個 這段有記者 我剛剛念過 再念一次 我 並未必是神聖的王蟲 不如我拿來賣你們的獨裁 你們天間的葡萄術 我若是未熟你錢 也不會掉落 這是萬聚之言和華說的 為什麼很多人不願意套錢出來 因為怕有王蟲 我要把錢留下來 以備不死之需嗎 對錢 對很多人來說是安全的保障 為什麼現在很多人在劫略物質 這天好事多 Cosfer很多人 昨天知道 昨天去做Fremont Cosfer 9點中間都沒有人 早上 昨天排滿人去搶東西 搶衛生紙 搶衣服 聽說來搶維他命 吃維他命 可以防疫 為什麼人會搶這些東西 但是神這邊念我話說 我會保護你 你不用擔心你將來的生氣 你不用擔心你的生活 王蟲來的時候 我會保護你 我跟你講 這個見證就是身處保護 王蟲來的時候 你看這個是股市的走勢 這不是這幾天的 這幾天可能也是這個樣子 這是 2008年 這在12年 對 12年前 2008年 2008年發生什麼事 幾乎 幾乎還笑 這幾乎 這是道勝之處 所以那時候很多人損失很多 但是我們在3月份的時候 把所有的佔領過股票全部賣掉 你說為什麼會賣 我們完全不知道這個股市會這樣子 我們那時候必須要賣股票 因為我們那時候必須要買房子 我們必須要買房子 不是我因為想買房子 因為房東要趕不出去 我們在那時候在香港住一個小公園 房東說我要賣了 我不想留著 他覺得那時候市長不錯他要賣了 那我說不行 我不能搬 因為我這不是我太太剛懷孕了 我說不能搬 那怎麼辦 他說你不想搬 你就買下來了 那沒有辦法 我們就得湊錢 所以那時候把美國所有股票 寄進所有都買得 換了買的房子以後 房子就一路往上升 那賣的那個股票 你看到就一路往下降 所以在蝗蟲 在蝗摘來的時候 我們都看不到 但是上帝幫助保護我 上帝是忠心共鳴 上帝是忠心共鳴的 我相信當你在忠心的實力方向的時候 你會經歷到上帝的忠心的信實的光 好所以買的房子是為你解決嗎 沒有 我們現金都用完了 所以手頭很貼近 我記得人很清楚 那時候我的大女兒 就是剛看到那個片面的大女兒 因為他17年前的影片 那時候上帝又去一個人 他回來了 我說爸爸 我的鞋子破了 我的球鞋破了 我就看到你真的有機會破了 我說 可不可以我買新的 問題是我那時候沒什麼心情 那時候真的是 結果他住得很緊張 那我就剛想 那等一陣子吧 我說 等過幾個頻道 或過幾個月 等手頭寬鬧 再買買的 那時候就這樣想 沒有想太多 但沒想到他講完話以後 在第二天第三天 我的就是我的親戚做的 我太太的表妹 突然拎了一袋鞋 一盒鞋過來 全新的 不是那種隨便那種雜牌 不是說你在深圳買那種 那種黃帽的那個東西 他是買去迪士尼那個專賣店去買 有牌子的 然後是全新的球鞋 很漂亮 我說你為什麼突然要買這個 他說我要送給你 我說你為什麼突然要送給你 我要說我不可以嗎 我就是想送給你 這件事讓我記得非常清楚 我剛為什麼要放那影片 那影片穿了紅色鞋子 我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那雙紅色很漂亮的鞋子 上面有迪士尼族外 正牌或黃帽 就是這位表妹送 我們是不是知道 上天愛我 也愛我 我想要愛我女兒 等一等 先穿破鞋 先多穿個挺接一半 但是上次說我不用等 我幫你預備好 要不要感動放在這位表妹的 太子基督徒 要不要放在信裡面 去買一些地方 這件事讓我印象非常非常深 你用緊的 想不相信上帝是信心 想不相信聖經的逆訊 不會不會 你現在可以讀一次好不好 你們 要讓他按照 十分之地 全能來送你窗戶 使我加油了 你此事實我 是否為你們 敞開天上的窗戶 幸福於你們 甚至有足足可用 這是換君子電話說的 你們 兄姐妹 讓上帝的加油 你把上帝的家照顧好 上帝會照顧好你的家 天父上帝 這是基督之家 第六家 這是你的家 我們感謝你 讓我們有充足的感受 基督之家目前不缺錢 我們在家務上 沒有擔憂 都是你完全信實的供應 我們在這會 今天在這裏 聽到這邊道的人禱告 也為那些 當然可能上網來聽 這邊道的人禱告 可能有些人聽到的 心裡還是有掙扎 心裡我們還是有懷疑 主願意打開每個人 看到十一奉獻 是蒙夫之道 十一奉獻是尊主之道 我們把我們的收穫十分之間 拿出來奉獻給你 奉獻給你的教會 奉獻給你宣教師 奉獻給你慈善機構 為了要遵從 我們承認是 因為是你 至高無上的神 我們生命中的主 讓我們有這個能力 得到這份收入 所以這十分之一 是我們的敬意 是我們心意 為了要遵從 為了要榮耀 願祢祝福我們所獻上的奉獻 願我們所獻的十一 是捷盡的奉獻 為那些可能有掙扎 暫時還做不到的 要祷告 主求以體恤 體貼他們的軟弱 也求主繼續 來對我們說話 堅強他們的心志 我們願意相信 主的應許 願意相信 並且期盼 主的祝福 謝謝你 奉耶穌祈祝我們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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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下段詩歌 來為 新 迎售聖餐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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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為我活開 神明之地 生命之地 当年我临在家里 我也看出圣经 建筑荣誉 中华行政可无理 生命里 求祝福福的命 生命里 如其祝福作命在家里 我心里的事 缩练的痛 心里欢喜快乐 一种高兴 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高不发达的2020年 但是人根本没有想到 骄傲的人遇到了狡猾的病毒 以至于陷入恐慌 以至于不得不低下了高危 在2020年 这个新冠状病毒还没有解除的情况下 人心都是非常恐慌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陷入一种思考 在这思考当中 我们就要想 我们人与自然的关系破坏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流去了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没有很好的归位 其实这三种关系的破坏 从伊甸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已有的事情日后必有 已行的事情日后必行 人往直下没有心思 但非常感谢神 我们的神赐下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在十字下上救赎的恩典 让我们在这三种关系上 重新归位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神也把世人与神和好的之分 赐给我们每个人 在基督耶稣里 五万物都要与神和好 所以这是生命上的一个层面 在我们生活上面 基督耶稣因着他十字下上的恩典 承担了我们一切的忧患 背负了我们一切的负贷 我们可以把一切的忧愁 一切的忧郁 都可以交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他所做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所做的殿伤 我们得一致 所以我们今天借助于这样的圣餐 波典 我们要纪念神在我们身上的作用 愿圣灵特别的在我们身上做工 让我们愿意在圣灵当中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自取一切的丰盛 阿们 靠着主耶稣 我们可以宣告每一天都可以得圣 愿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得到他一切的荣耀 那么这圣餐是每月第一次 所获得圣灵 圣灵特别这样的一个仪式 所以只给已经收洗过的肢体预备的 如果你还没有收洗 这里暂时